其实当你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用嗓的方法不对 猴外力过多而导致 那怎么解决呢 学会用上唱歌的核心力量 你的嗓子就会轻松很多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当我们在吐气发声的时候 红色这块部分的肌肉横隔肌 就像发动机一样 控制着我们气息的呼出 这就是我们唱歌时要用上的核心力量 横隔肌的肌肉力量越强 那么嗓子的负担就会越少 怎么感受横隔肌的力量呢 来跟我做一个用鼻子吹蜡烛的动作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横隔肌会主动用力 而右眼看上去呢 我们的横隔肌是主动的往里面凹进去的 那么记住这种力量跟感觉 现在呢跟我做一个慢速用鼻子出气的练习 注意力要集中在你的横隔肌上面 接下来我们找一首歌跟着旋律来进行吸气跟吐气的练习 练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横隔肌腹肌还有后腰的肌肉都会有点酸累的感觉 这说明你做对了 累了的时候呢可以休息一下 每天可以跟着你喜欢的歌曲去练习15分钟 你的气息会越来越足 控制能力也会越来越好 赶紧点赞收藏视频去练习来吧 关注我学习更多唱歌技巧